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6月30號 香港新增2宗確診個案 都是輸入性個案 而內地新增9宗確診個案 亦都是輸入性個案 而台灣聲稱新增55宗本土確診 再多5名人士死亡 而台灣當地媒體報道 當局開始提供外展服務接種疫苗 但卻無法選擇疫苗生產商 被指為自產疫苗鋪路 當局對此回應說疫苗短缺原因所導致 在下則消息 澳門政府在星期一曾表示 正同本港初商通關的事宜 包括不會要求香港在本地確診個案 清零28日後才恢復通關 對此有媒體報道 澳門政府已經向當地的酒店業界 商討通關之後的安排 包括香港入境澳門的旅客 會為他們的健康碼標記一種新的指定顏色 並且容許這批人士在酒店範圍內活動 但會盡量避免香港的旅客在公共場所脫下口罩的活動 包括禁止使用酒店泳池和其他水上設施 但前提亦是往來的人士必須接種新冠疫苗 另外亦有消息指澳門政府近日已經聯絡船公司 了解往返澳門的船隻能否順利運作 航線恢復及人手安排等等 估計與短時間內復航有關 但復航日期仍然未有最終定案 對於這一則消息 故之然澳門就故意給香港的新顏色 然後限制在澳門的某一些活動 對於這個做法 觀眾又怎麼看呢? 我留意到有一些網民 他們是不喜歡的 大概的意思是有一點攻擊性 例如說到我去澳門做甚麼呢? 聽上去好像變了去黑 亦都沒有享用的權利 竟然相信才通關 這樣澳門就不要通關給香港人過去 亦都有一些網民說到澳門當局設下關卡 只會影響香港人前往澳門的意願 如果真的不相信香港已經控制疫情 大可不必急於一時開關 反正澳門吸引力都不是很大 我自己覺得這一類負面的想法 故之第一會有點偏頗 第二我相信絕大部分這一類的留言 是蓄意的 蓄意地攻擊這種做法 以及蓄意地挑起仇恨 你會發覺的 嘩!我除了過去叫爛賭仔去賭錢之外 我還可以過去做甚麼做甚麼等等 老實說 人家的政策就沒有正式推出 這一部分都不能夠說甚麼 我整體上覺得 為甚麼會在這個時候 故意攻擊澳門這樣的想法做法 這個方向 因為我覺得澳門 首先澳門和內地 我自己稱他為處理疫情 是無限接近清零 但是香港不排除有零星個案 澳門現在通關香港 大家要注意 他是跟一個 我自己認為澳門看香港 叫做極低風險地區 對不對?可能有零星個案 這種情況之下 怎樣去進行這個通關 現在如果真的做得到的話 不論那個香港人 你喜歡過去賭錢也好 你很喜歡某間餐廳也好 你很喜歡那個豬扒包也好 很掛著大三包 不知為何想過去拍照也好 你喜歡就過去 不喜歡就過去 沒有人逼你 再舉一個極端一點的反例 如果今天非洲的疫情 又處理得相當不錯了 那回到香港和非洲通關 我會不會問你 我去非洲你做什麼 通關你做什麼 不會的 大佬 對不對? 通關基本上就是有好處的 而那些人喜歡就去 不喜歡就不要去 而另一件事就是 澳門現在其實是為全國走第一步 打開國門 就是他如果跟一個 我叫做極低風險的地區 是通關 而用這一種的有一定限制的模式 而這個模式呢 是真的可能 run 一兩個月 I don't know 一段時間 然後是沒有令到澳門的疫情突然間反彈的 是可控的 是安全的 那這個情況下你就會想了 內地是否可以複製澳門這套做法 而且澳門的這一套做法 是不是可以跟其他極低風險的地區 或者接下來可能會不會是新加坡都會極低風險 如果是的 那到時候 那倒轉澳門新加坡都可以這樣的模式去通關 那這件事其實間接是為整個國家 原本已經做這個清零做得太好了 那但是其他地區做不到 那所以 只能夠去做這一種的 有一定程度限制的通關 那打開一定程度的國門 這一種呢 是一個標誌性的一個意義 而你會看到正正這個時候 攻擊這個政策的言論就開始出現 而且那些字眼都頗為挑動仇恨的 那再下則的消息了 那三人就被控起前年黑暴期間9月7號 那在港鐵沙田站出面暴動及襲警等 那法官裁定三人所有罪名成立 那要即時還押 那法官裁決的時候就提到 那頭兩名的被告和其他示威者當晚的行為 那無疑是反映他們不滿警方 而謾罵警員及投責物件等等 那就算沒有即時更嚴重的暴力事件出現 那法庭亦都可以肯定這些是挑釁警方的行為 那具有相當威嚇性、侮辱性及挑撥性已經屬於非法集結 而就著第三名被告因為管有兩支雷射筆而被管控有攻擊性武器 辯方就曾經指用電筒照射其他人的行為 當時在不同的地方都間中有發生 那新聞片段也都看到曾經有警員用強力電筒 認為被告當時只是在模仿警員 未必意會到可能違法地說 法官認為這樣根本就是強詞奪理 警員夜間執法用電筒照向可疑人物是無可厚非 而辯方不能以個別警員的行為 來合理化被告的行為 有指當日第三被告用電筒照射警員的眼睛 甚至為何警員會追捕他 因此他是明顯地抗拒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員 並不存在任何自衛或自然反應的抗拒行為 因此抗拒警員控罪罪名成立 好了 再下一則消息 七一前夕 香港警方今天就發布消息 呼籲市民不要參加未經批准的集會和遊行 警方指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有機會違反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監禁五年 宣傳或公布未經批准集結 最高可判處監禁十二個月 警方當日就會起相關地點部署足夠的警力 果斷執法 包括進行拘捕 市民如果發現任何可疑的人或可疑物品 請盡快向警方舉報 好了 再下一則消息 台灣媒體就報道 台灣國民黨的一位立委 昨天取得台灣衛福部 一份關於台灣目前所取得的疫苗產地資料 現在接種的疫苗是沒有一支原產國原廠製造的 立委質疑 明明這些疫苗都是非原廠出產 而民進黨當局對於民間捐贈疫苗卻耍官威 說需要原廠 說到疫苗生產認定都搞雙重標準嗎? 人命難度比不上官字兩個口嗎? 他還質疑 由要求原廠授權書到現在又過了一個多月 如果衛福部當初沒有灑官威的話 捐贈的疫苗提早進入台灣 現在會不會是能夠提早解封呢? 能不能挽回那些已經逝去的生命呢? 防疫是同時間賽跑 而資料會講話 這些資料就是打面過去衛福部的要求和行為 他更加痛批民進黨當局 只是為了刁難特定人士的捐贈 將全台灣百姓的生命當成籌碼 這些到底是防疫專業還是政治優先呢? 這次真是官字兩把口都解釋不清的 好了 今天在下則是外國的消息 美國國務院近日就開始提醒美國公民 叫他們不要前往俄羅斯 根據俄羅斯媒體昨天報導 美國國務院日前發出了旅遊警告 將俄羅斯歸類為和阿富汗、烏干達、敘利亞等國相同的危險級別 旅遊警告說到 鑑於恐怖主義、俄羅斯政府安全官員的騷擾 大使館協助在俄美國公民的能力有限 以及當地法律的武斷執行 請勿前往俄羅斯 報導還指出 鑑於疫情 美國也發佈了針對歐洲國家的旅遊警告 但是法國和德國等都未達到最高級別 而儘管上述兩個國家都經歷了更頻繁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 美方的最新旅遊警告引發很多網民吐槽 有些網民出來諷刺他說 被綁架、逮捕、遭受酷刑 甚至乎可能因為莫須有的指控而入獄 聽起來就好像美國起關塔那摩監獄的所作所為 而另一位網民說道 是的 當然是對的 留起美國 美國每個星期只有兩至三宗的大規模槍擊事件 而俄羅斯簡直是沒有的 真是不好意思 也有網民說道 美國人在國內被謀殺的機率 可能是高於俄羅斯的 不過實際上不是可能 是事實 也有網民說道 這個所謂的恐怖主義 在美國人眼中 即是意味著 不在美國的控制之下 這裏也想問問大家 如果是由美國控制的恐怖分子 那些叫什麼呢? 那些叫和平鬥時 你看看香港那些黑暴 是不是? 好了 最後提提大家 今天新華社報道 今天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大會 會在7月1號上午八點鐘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 將會發表重要講話 我相信到時我們都會看到相關的影片 好了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請訂閱 按讚 那些分享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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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